路加福音 第二十章 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训百姓及宣讲喜训的时候, 司祭长、经师及长老前来,对他说道, 请你告诉我们,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或者是谁给了你这权柄?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告诉我,若汉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心里蠢夺说, 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 他必要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 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 众百姓必要用石头砸死我们, 因为他们都确信若汉是先知, 于是他们回答说,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也给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对百姓设了这个比喻, 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 把它租给园户, 就往远方去, 为食很久。 到了十节, 他便打发一个仆人去园户那里, 为叫他们把园中英纳的果实交给他, 园户却打了他, 放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了另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把那人打了, 并加以侮辱, 放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第三个去, 连这一个他们也打伤, 把他赶了出去。 葡萄园的主人说, 我要怎样办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许他们会敬重他。 谁知园户一看见他, 便彼此商议说, 这是成绩人, 我们要杀掉他, 好让产业归于我们。 于是, 他们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 那么,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必要来, 除灭这些园户, 把葡萄园租给别人。 众人一听这话, 就说, 千万不要这样。 耶稣注视他们说, 那么, 经上所载, 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凡跌在这石头上的, 必被撞碎。 这石头落在水身上, 必要把它压碎。 经师及司机长在那时刻就想下手逮捕耶稣, 但是害怕百姓, 他们明白这个比喻是暗指他们说的。 于是他们窥察耶稣, 派遣奸细, 假装义人, 要抓住他的语病, 好把他交付于总督的司法权下。 他们就结问他说, 师父, 我们知道你说话诗教都正直无私, 又不看情面, 但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 敢问我们给凯撒纳钉税可以不可以? 耶稣觉察出他们的诡计, 便对他们说, 你们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 这德纳上有谁的肖像, 有谁的字号? 他们说, 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 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他们在民众面前不能抓到他的语病, 且惊奇他的应对, 所以进口不言。 否认复活的撒杜赛人中, 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 师父, 梅瑟给我们写道, 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 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 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 给他哥哥立嗣。 曾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子, 没有子嗣就死了, 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子, 七个人都是如此, 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 末后, 连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 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今世之子也娶也嫁, 但那堪得来世, 即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 他们也不娶, 也不嫁, 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相似天使, 他们既是复活之子, 也就是天主之子。 只论死者复活, 梅瑟已在荆棘篇中指明了, 他称上主为亚巴郎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 及雅各伯的天主。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 有几个经师应声说, 师父,你说得好。 从此, 他们再不敢质问他什么了。 耶稣问他们说, 人们怎么称墨西亚是达卫之子呢? 达卫自己曾在圣永集上说, 上主对吴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变作你脚下的踏板。 达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样又是达卫之子呢? 众百姓正听的时候,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应慎防经师, 他们喜欢穿长袍游行, 喜爱街市上的致敬, 会堂里的高位, 沿席上的手座。 他们吞没寡妇们的家产, 而又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 这些人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